大家好 今天我要开始种豆 为我的秋冬季蔬菜 做下第一轮的工作 首先我在育苗杯里填上泥土 浇上水 这是我前几天用纸巾育苗法 催芽发的豆子芽已经长那么长了 今天我把它种进泥土里 放在室内 这样它能更快的生长 等过几天室外的气温回落以后 就能把它移栽到我的田里 种豆非常简单 浇过水的泥土里挖个洞 然后把发了芽的豆子放进去 一个杯子一颗豆 根需那么长了 其实呢往上往下都无所谓 这是自然生长规律 但我喜欢还是把根往下 然后在上面盖上泥土 OK 一个豆子种好了 重复操作 再来一个 再下去一个 重新再盖上泥土 第三杯 第三杯看一下 看一下 挖个洞 这个洞可以挖深一点 因为我的豆子根已经长得很长了 然后根蓄朝下放下去 盖上泥土 OK 种好了 三个 OK 还剩最后一杯 我一共发了十颗豆子 但其中一颗坏了 现在只剩下九颗 应该也够我们一家三口吃了 也就不再补重了 毕竟接下来还要再种其他的菜 OK 九个豆子种好了 我把它放在室内 两到三天之后 它就会出芽 两周以后 等到八月底 气温回落以后 我就把它移栽到外面 这样呢 能提前节豆 加快它的生长速度 OK 今天第二个任务 种我的塔菜 我用的是装鸡蛋的纸盒 然后在里边填满泥土 浇上水 这一步的操作程序 种所有的蔬菜都是一样 但是用纸盒的话 你得非常担心 水切完不能多浇 浇多了外面的纸盒会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菜 我们上海叫它Takuze 这个菜长大以后像朵花 非常的好看 口感呢 跟青菜很类似 其实它的种子非常小 我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种子 就只有这么点大 给我的感觉和青菜种子差不多 比青菜种子更小 这样一个小小的鸡蛋盒里边 我大概剥了25颗种子左右 因为它不是100%的发芽率 稍微多剥几颗 其实种这种绿叶菜非常简单 温度合适的条件下 你可以直接室外撒种 不用像我这样提前育苗 但是因为德国的冬季会来的非常早 塔叉的生产周期呢 相对是属于在叶菜里属于比较长的 所以通常我喜欢育苗 然后等它长到三到四片正叶以后呢 给它移栽到田里 让它一颗和一颗之间的间距合适 能够生长大 好,今天的种菜任务先到此结束 等我家的蔬菜都出苗了以后 给大家拍下一个视频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